乌尔战士猛烈 連欧洲足坦也出聲反俄 效力於德國甲基足球聯賽 拜仁慕尼黑的波蘭國角莱萬多夫斯基 得知華為疑似在俄羅斯入境 烏克蘭事件中扮演協助的角色 立刻跳出來宣布終止和華為的長期合作關係 俄羅斯街道上蘋果等國際品牌 通通都大門深鎖 不僅如此 在剛落幕的世界行動通訊大會上 不少俄羅斯廠商也被拒於門外 然而根據數據顯示 儘管俄羅斯科技市場規模只佔全球智慧型手機 和個人電腦出貨量2%左右 但在歐洲卻是最大的手機市場 成為東西方國際品牌的主要戰場之一 中國的小米在俄羅斯市場手機銷量 只僅次於韓國的三星 並且贏過美國的蘋果排名第二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中國企業在俄羅斯 早已建立起緊密的商業夥伴關係 從智慧型手機品牌來看 小米 榮耀和realme等 在俄羅斯的市占率已經至少41% 未來如果再加上蘋果暫時撤出的14% 中國將會搶下俄羅斯一半以上的市場 而在5G設備目前供應俄羅斯的最大來源 就是中國的華為 中國企業似乎反其道而行 準備填補俄羅斯市場缺口 是否能確實各取所需 值得關注 今新聞是由鄭州城為報道